我可以做到什么呀 五分钟了 是不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那我们最多就做20到30分钟就行 再好的东西就跟一盘饺子一样 你给你多了你会吃撑 所以你每天习练 20到30分钟都非常棒了 前期做不了就少量多次 三分钟 五分钟 六分钟 就这样的 你跟老师做上十天 你看一看 膝盖 你脚分开 膝盖微微的分开 没关系的 来看前侧同学们 看同学们来看前侧 所以你每天来到老师的直播间 都有干货 真的 我们习练呢 是收获 而不是让他疼 如果你习练不好 你就会发现 哎呀腰也疼 膝盖也疼 有很多人做瑜伽 可能都去练习 去砍白达褂 所以你练瑜伽练的吧 其实就是一些小细节 老师很注重这些小细节 你们做不到的 我们总可以推 谢谢大家的小细节 谢谢大家的小细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